第一次坐火車 書的名字叫做第一次坐火車 畫圖跟作文的都是伊凡甘喬夫 翻譯的是蔡振雄 出版社是台灣英文雜誌社 我們來開始唸啦 請趕快上火車 各位旅客停在第三月台的17次列車 再過兩分鐘就要開了 還有兩分鐘搭車的旅客請趕快上車 火車就要開了 車站裡的人都加快了腳步 有的人在檢查一次車票 有的人在輕點行李 也有人在看手錶買報紙 也有人在走向親友說再見 大多數的人都搭過火車 可是有的人卻是第一次坐火車呢 對不對 哇這個火車超級長的 小潔和小莉早就去過爺爺奶奶家 只是以前都是全家開車去 他們向車窗外的媽媽和爸爸揮手說再見 覺得很新鮮 不過小狗阿福不能一起去 讓他們覺得很可惜 火車站裡很熱鬧也很 吵雜 還有好多長的不一樣卻很有趣的人 是這 對啊 這一列火車好長好長 看起來真是過癮 他們一點兒也不害怕也不覺得難過 他們要搭火車去奶奶家 綠燈亮了 火車頭緊跟著冒出黑煙 這個時候火車突然向前震動了一下 小莉和小潔要出發了 這一趟長長的旅行終於開始了 結果你這個好跟著走 沒有啊 沒有跟著走 火車來來來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啊 經過山洞 走走走走走走 火車快速的經過大城小鎮 轟轟龍 向前面的高山開去 小姐很好奇 火車怎麼爬過這些山呢 啊 是山洞 原來是火車不必爬過山頂 是要過山洞的對不對 哦 暗暗的山洞 暗暗的山洞 暗暗的都看不清楚 經過山洞之後 哇 開出來了 你看從山洞開出來了對不對 山洞開出來 對不對 他只要直直穿過山洞 但是怎麼越過好深好深的山谷和河流呢 小莉很好奇 哦 你看 他是經過一個長長的橋對不對 火車經過一個長長的橋 長長 火車在高山上 一座漂亮的老火車暫停了下來 有些人在這兒下車 小潔和小莉到餐車吃晚餐 他們還要坐很久的車呢 哇 還要坐很久耶 火車一直在跑 然後又經過好幾個山洞 然後又從山洞出來 火車鑽出最後一個山洞 開在一片平坦的土地上 服務員告訴他們 很快就可以聞到海的味道 他們聽了好想打開窗戶 呼吸傍晚涼爽的空氣 你看他們打開 哇在海邊了 火車開進一個海邊的城市 爭氣的濕濕聲漸漸慢下來 最後停在通往港口的狹窄堤道上 這趟火車旅行就快結束了 小潔和小莉好想睡 可是又等不及要搭乘渡輪 繼續下面的旅程 服務員提醒他們 他會幫他們提行李 第二天一早 小潔、小莉和阿福跑到甲板上 哇 外面不再是綠色的高山 也沒有黑暗的山洞 四周看上去都是明亮平靜 藍藍的海水 渡輪靠近海岸 小潔看到去年夏天和爺爺去過的燈塔 站在爺爺農場山丘上 可以清楚的看到渡輪消失在地平線上 等著 等暑假結束 渡輪會再開來 載著他們回去找媽媽和爸爸 還有山洞、高山和火車 他們到爺爺奶奶家渡暑假 對不對 欸 我沒有去 怎麼了 啊 鳥 撥掉了 對啊 我等一下再幫你捏 原來就像這樣 喔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長長的 原來是這樣 厲害厲害 這輪書可以變好長好長 就跟火車一樣欸 對不對 嗯 好